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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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妞妞 你没事吧 又差点掉下去 用树叶盖上就不容易看出来了 这回就不知道谁会掉下去了 所以要在陷阱四角插上树枝 咱们好辨别出位置 咱们可以先休息一会儿了 陷阱弄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有了陷阱 终于可以安安稳稳睡个觉了 你真是个铁膏的 就保证蟒蛇单单从这一个方向过来吗 那咱们总不能围着自己挖一圈陷阱吧 得干到什么时候呀 脑子是用来动的 不是用来睡的 还真快啊 围着睡 你慢慢想 老爸 还是想想办法 怎么让蟒蛇掉进咱们挖的陷阱里吧 别担心 老爸早就有主意了 你们先去火队旁等着 我一会儿就回来 老爸 你要去干什么 我也要去 乖朵朵 老爸一会儿就回来 没事的 先去火队那边 老爸 你快点回来 我只是去方便一下 耶 老爸 你太恶搞了 你这江湖怎么这么吵 别理我 烦着呢 小舍利 乖 我和你玩 它又犯牛脾气了 我讨厌宠物 什么鬼东西 孩子们 别怕 这是大蒜 吓死我们了 还以为是蟒蛇呢 晚上森林多危险啊 你却有闲心去弄大蒜 大蒜是用来对付蟒蛇的 竟然被我找到了 大蒜 真的行吗 蛇除了怕火之外 还怕一些有刺激性气味的东西 比如酒精 烟草 硫磺 大蒜什么的 有了这东西 蟒蛇就不会接近我们了 来 把大蒜扔在周围 嘿 老爸 为什么树上也要挂呀 蛇类一般都会爬树 更不用说大蟒蛇了 我们在周围树枝上挂好蒜头 就不怕它从树上攻击我们了 各位好 我大蒜公主特来祝福你们 睡个好觉吧 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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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 变 我真的受不了了 多多 你葫芦怎么打得这么响啊 我都睡不着了 你打得比我想多了 都把我弄醒了 还敢说我 看我怎么收拾你 疼 疼 那咱俩就省也别说谁了 你们听 这是什么声音 啊 还说要省夜 结果却 老爸太辛苦了 让他好好睡吧 睡得真香啊 哎呦喂呀 快起来 天亮了 老爸呢 了吧 老river来了 老师在哪 赶快逃呀 老爸起来吧 他们吓唬你的 你们这帮小坏蛋 还有心情开玩笑 好好叫醒我不就好了 趁蟒蛇还没来 咱们赶快出发了 大帅 小家伙 我们要一直一直往前走 走出这座森林 你还是回家吧 再见 小蛇蜊 一路小心哦 祝你平安 后会有期 好了 咱们出发吧 GO 一二一 一二一 保持警惕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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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警惕 一二一 一二一 什么声音 牛牛 你别一惊一乍的 像昨天晚上一样 大家都别说话了 注意周围动静 原来是兔子 吓死我了 孟蛇 孟蛇 孩子们 赶快跑 把孟蛇引到陷阱里边去 孩子们 快跑 我来拖住它 老爸 快跑 快用大蒜杂卡 快跑 大家注意绕着树枝跑 别掉到陷阱里边去 老爸 你起来了 孩子们 没事吧 牛牛呢 我在这里 牛牛 牛牛 千万别动 牛牛 千万别动 猛蛇掉下去了 太好了 猛蛇掉下去了 牛牛 赶快过来 别跳了 快过来 什么恶风遇到我 都会败下阵去的 猛蛇又出来了 用大蒜砸它 啊 吓死我了 老爸 咱们不如彻底制服它 这样它就再也不敢欺负人了 对啊 铁蛋 快查查怎么对付蟒蛇 蟒蛇喜欢用暗潮湿的环境 最怕强光 嘿嘿 朵朵 给我你的小镜子 哦 我明白了 这回吓死的可就是大蟒蛇了 哈哈 朵朵真聪明 牛牛别怕 我们会用镜子来救你的 啊 在说什么鬼话呀 老爸 朵朵 牛牛和铁蛋 是如何用智慧战胜大蟒蛇的呢 欲知后世 敬请关注下集《奇特的山洞》 做宵灼的山洞 看下集完 全家游刺 在スタッ3 原本 产生 用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